本地一项研究显示只有25%的吸烟者成功戒烟 研究员发现戒烟是否成功和教育程度与健康水平密切相关 记者蔡可汉报道 78岁的周炳华从15岁开始吸烟 曾每天抽两包烟 10年前他因吸烟引发了哮喘病 个医生他说你要不要常跟你来孙在一起 我说当然是要 周炳华已成功戒烟7年 病情明显好转 心理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向1400人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吸烟者当中有30%有意戒烟 而常识戒烟的占四成 戒烟成功的只有25%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有大约77%的吸烟者想要戒烟 最后成功戒烟的只有7% 马来西亚一项研究也同样发现 尽管有一半的吸烟者想要戒烟 最后成功的却只有三成 这些研究表明全球的吸烟者在戒烟的过程中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团队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 戒烟意愿也相对低 可以简化戒烟信息 这可以让那些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容易理解 第二一些教育课程可以培训未来的医生 叫做他们如何劝吸烟者戒烟 研究指出患有慢性疾病 以及受医生劝告的人 更有可能尝试戒烟 感谢观看